宗萨仁波切 修行者四十五种缺乏福德的现象 缺乏福德 你会生活得非常好 那种世俗的幸福 你会很幸福 一直都很好 生命中不会出现任何突发事件 击碎你的世界观 价值观 把你推到佛法里面 没有任何事情出现把你唤醒 缺乏福德 你不会对现有的世界有任何怀疑 会认可现有的一切 从不思索是否真的如此 接受现有的一切 尊重现有的规则 从不怀疑世界的真实性 缺乏福德 会认为轮回很精彩 而沉溺其中 你会每天忙着体会不同的人生 忙着毫无意义 却自以为有意义的事 你会认为苦是人生的要素 你无法想象无苦的状态 缺乏福德 你不会接受烦恼 有可能被彻底根除的观点 你甚至想一下没有烦恼的人生 就会抓狂 对证悟缺乏向往 也不会有想要了解一下佛法的念头和机会 即使偶尔有 也是昙花一现 很快就被你纷乱的生活和念头淹没 缺乏福德 无法发现自己的无知 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 不会发现人类的局限 缺乏福德 即使你开始阅读一些佛法书籍 也不会向佛法投降 会挑剔地审视佛法 会试图和无常作战 和无我作战 然后被打得灰头土脸 缺乏福德 会崇敬那些不值得崇敬的人 会赞叹那些不究竟的世俗智慧 缺乏福德 会满足于看书学习佛法 而不是找个老师 认为凭借自己的智慧 足以理解佛法 缺乏福德 你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保有上面的想法 你会认为老师是多余的 直到你看到这段话时 还是不以为然 缺乏福德 你会认为你读懂了金刚经 会认为那些资深佛教徒 都不真的懂佛法 会认为你不需要去制造福德 因为金刚经理说 福德是不存在的 缺乏福德 你不会认为自己需要老师 也不会遇到真正的老师 缺乏福德 就不会有人抢走你的家产 让你有机会思索无常 从而走进佛法 缺乏福德 你会满足于现状 你会认为给佛教老师 写几封电子邮件讨教 就能得到佛法的真谛 你不会认为自己需要一位 看得见摸得着和你面对面的人类佛法老师 更缺乏花费大量时间金钱 去亲近老师的动力 你会认为 过去的那些大师们 为了求法所做的努力 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你会认为 那些都是神话 缺乏福德 即使伟大的上师曾经和你面对面 你也会错过 缺乏福德 即使你遇到真正的老师 你也不会喜欢 因为他不是那种会满足你自我的人 而精于满足你自我的人 通常都是骗子 那些对你微笑的 都是想从你兜里掏钱的 譬如你去珠宝店 那些店员绝不会说你不爱听的话 因为他们希望你买最贵的珠宝 而真正的老师只关心你的证物 不关心你的钱包 所以 他只说你该听而非你爱听的话 但你该听的话 你一定不爱听 所以 缺乏福德 你不会有勇气和这样的老师共处 缺乏福德 即使你有机会接触最伟大的法师 你也只会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点加持 而非佛法 你会祈求他摸一下你的头撒点水 然后就心满意足地离开 甚至不会有请他为你开始佛法的念头 会认为这就是佛教的全部 缺乏福德 会以是否吃素 而不是以他是否具备佛教的见底 做任何事情 是否以佛法为唯一的考量 来判断一个人是否佛教徒 缺乏福德 会认为佛法应该是免费的 会为你应该不付出任何东西 而得到珍贵的佛法 谢天谢地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荒唐的想法 如果每个人都认为佛法应该是免费的 那么最后将没有任何人能免费得到佛法 缺乏福德 会以为头衔和学养修正是挂钩的 如果某人有人剥切或法师头衔 就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一定很有修正 你会尊敬那些有头衔的人 而忽视那些没有头衔的人 事实上 头衔并不证明任何问题 它既不能证明一个人的修正 也不能证明他有菩提心 缺乏福德 不会有人告诉你 修行人的衣服是否破旧 与修正不存在任何必然联系 也不会被告知 是否触摸金钱也跟修正毫无关系 不会知道 一位菩萨可以很有钱 一个破衣烂衫 生活辛苦的修行者 并不必然是个具足出离心 没有贪欲的人 很可能 他只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 因为大众对佛教的错误理解 让很多人认为 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修行者 同样 如果一个人拥有十辆奔驰 每天触摸于声色场所 也不表示 他一定不是个大修行者 曾经在释迦牟尼佛为大众说法之时 有个身着华服的人 走了进来 他静止走到释迦牟尼佛身边 然后直接坐在佛旁边的垫子上 其他人都很不平 但是 释迦牟尼佛告诉大家 那是文书菩萨 缺乏福德 只会以表象来做判断 缺乏福德 如果你的佛法老师 来到你所在的城市 而你又没见到 你会把它归咎于某人的自私 他因自私而未通知你 而非自己福德浅薄 缺乏福德 会认为 有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你是佛教徒 你应该了解 没有事情会脱离因缘果 一切事情都是有条不紊地 按照因缘果运行 当条件具足 就会有结果 如果你说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那表示你认为 有某些是不符合因缘果 有某些违背 因缘果的事情发生了 这相当于你认为 在咖啡里倒了一包糖 却得到一杯咸咖啡 缺乏福德 会相信自己 而非老师 会以怀疑的心态 检视老师的话 当老师说 你应该这么做的时候 你会按自己的喜好 删改他的话 只留下那些 对自我没有威胁的部分 缺乏福德 只会关心师父是否聚德 而从不关心自己 是否是聚德弟子 会要求老师如何杰出 但却不想努力做 你只想得到想要的东西 却不想付出所付出的 缺乏福德 会很没时间 因为你的时间 都用来做那些 你认为 比佛法更重要的事了 你会忙完 所有重要的事之后 把最后的一点时间 留给不重要的佛法 如果没时间 那就不留了 你会认为 和家人吃饭 比和上师的碰面更重要 缺乏福德 你会认为 修法比为老师的 弘法服务更重要 事实上 舍弃自己的修行的人 才能最快证悟 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 他舍弃的是 自己最重要的 缺乏福德 你会以错误的动机 修行佛法 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毫无意识 你会误以为 自己拥有出离心 甚至菩提心 如果福德匮乏 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自己其实根本不想出离 非常热爱轮回 缺乏福德 不会认识到自己的自私 会认为自己的动机 却如你所描述的那样美丽 缺乏福德 你不会有胆量 面对真实的自己 你不会有胆量 看那个没有任何修饰的你 会和自我 沆泻一气 你对他的转化你修行的行动 完全不知情 或假装不知情 能够知道自我在转化自己的修行 也是需要巨大的福德的 大部分佛教徒 对此完全不知情 缺乏福德 老师只是稍微触碰你的自我 就会跑掉 希望找个从不触碰你自我的老师 你希望你的老师 只满足你的自我 缺乏福德 你不会有机会了解真正的佛法 不会对真正的佛法有兴趣 只会对那些不痛不痒的 看起来像是佛法的东西感兴趣 佛法是切肤之痛 而非隔靴搔痒 缺乏福德 你会认为只要知道佛法就足够了 无需羞耻 认为知道佛法就足够了 就如同认为去餐馆只是看看菜单 就可以填饱肚子一样 缺乏福德 你会把生病 为原视为魔障 把一切都很顺利地视为加持 而事实恰好相反 你会向佛陀祈求一切都很顺利 一百次而祈求取得证悟 只有一次 甚至可能一次都没有 缺乏福德 你不会把身边频繁发生的死亡 视为对自己的提醒 当看到新闻上说 谋处死了很多人的时候 你只会说 这些人太倒霉了 你不会认为这是你的老师在提醒你 亦不会认为自己会死 你会认为自己还会活很久 尤其是你还是个修行人 你还刚修了长寿佛的法 缺乏福德 你会以为你还拥有大量的时间 因此可以把修行放到以后再说 放到未来的某一天 你准备好的那一天 但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你会幻想在未来的某一天 一切条件都已经具足 你开始修行 会经常这么告诉自己 等我完成了某件事 我就去修行 你会认为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 你要把那些事情都做好了再去修行 如果你这么想 那表示你已经没有可能去修行了 你会在忙碌中死去 进入下一个轮回 缺乏福德 你会认为禅宗是很简单的修法 你甚至会认为那是最简单的修法 你认为生活就是修行 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最好的修行 缺乏福德会导致你遇到很多与你持类似观点的人 因为你们有相似的业 那你只会是个近乎佛教徒 缺乏福德 你甚至没机会积聚福德 宗萨仁波切说过 福德仰赖于福德 由于福德匮乏 你根本不会认真对待那些能够让你积聚福德的方法 你没有足够的福德推动你去做这些能够积聚福德的事 缺乏福德 你会乐于搜集佛法 你会为自己又学习了某个菩萨的论 或接受了某个殊胜难得的灌顶而沾沾自喜 你会收集很多法教 却从不实修 你会把佛法当作知识 当作摆在客厅的战利品 你告诉别人的佛法也完全来自书本而非自身的体验 你会陶醉于收集更多的法教和灌顶 你的自我也非常鼓励你这么做 因为这样对它没有威胁 知识性的佛法对自我毫无威胁 它可以在你丧失觉知的时候 把这些全部转化为它所用 缺乏福德 你会在了解险宗之前接触密法 并且在接触密法之后还不懂险宗 比这更糟的事 你丝毫也不认为有了解的必要 缺乏福德 会缺乏虔诚心 缺乏信心 即使释迦牟尼佛来到你面前 你也生不起丝毫的信心 缺乏福德 会缺乏悲心 甚至不能真正听懂老师的一句简单的话 对老师的悲心不会有任何触动 缺乏福德 不会对无常有感 甚至不会被感动 不会悲伤 更无法安静 无法喜悦 缺乏福德 无法看懂 也无法认同上述内容 也无法耐心看完全部内容 无法 � problem 对 怎么 都 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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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